先天性 心臟缺損 在经历了一场大手术后 捡回了一条小命 然而随着她到了该上学的年纪 家人却发现她有语言上的障碍 又会讲话 只是会呃呃呃这样讲话 她不像她姐姐一样 她姐姐一睡一着 她就会讲话了 要她不会讲话 经过检测 发现梁祈元在语言表达 有发展迟缓的现象 于是慈激之工透过仁医会 找来专业的语言治疗师 希望建立孩子与外界沟通的桥梁 这个小儿子 可能是因为之前他生病的缘故 所以他都没有上幼儿园 然后也因为妈妈可能就担心 孩子的健康 专注在孩子的健康方面 所以没有去为孩子报名 报读小学 通过跟他互动啊 通过一些游戏啊 一些教材 其实看到他蛮多的潜能 比如说教他一个新的词汇 再重复几次过 他就记上来了 为了让孩子能够更好地 发展他的语言能力 语言治疗师也把教学带入生活中 引导他在日常生活中 可以勇于向家人表达 睡觉的时候也可以讲故事 也可以叫枕头怎么样睡吧 其实沟通真的是24个小时 如今的梁奇缘 在语言表达上已有长足的进步 未来在志工和家人的陪伴下 也能渐渐康康成长 白新闻 庄慈林 彭敬贤 马来西亚报导 国际焦点来关心上个星期五